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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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墾丁 哇來啊 哦 各位啊 我們終於到屏東了耶 接下來我們要往更難的地方 墾丁 Let's go 就是這裡 滿滿的野味 好 我現在已經到墾丁這裡了 我今天要入住民宿在這附近了 只是沒有想到我才剛到墾丁 這邊就開始下雨了 我的天啊 因為我今天沒有吃什麼東西 所以我想說先來到這附近吃點東西 晚點我們再去釣蝦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南增這邊的釣蝦場 終於 今天我們一起來了 不過他這一排的餐廳 好像幾乎都是海鮮餐廳耶 不然我們再看看 等一下要吃什麼好了吧 嗯 嗯 嗯 好,OK啦各位,我現在在一家海產店裡面呢 就想說他門口那邊有擺放著一整排的活龍蝦 就讓我想到說昨天好像小優他幫我們把龍蝦池的彩金全部都贏回來 所以我們今天的旅費算是有額外的回本一些啦 他這邊生魚片20片才100元耶 他會不會是那種非常小塊的生魚片呢 沒關係啦,先點起來再說 OK啦我今天這樣點點應該是夠吃了吧 那我們去點餐吧 欸各位啊,我傻了 你們知道這一盤生魚片多少嗎 100塊耶 我們在北部基隆漁港那邊買到100塊生魚片 可能就是只有5片到8片而已 可是這邊,他直接給我20片耶 我是不是來錯地方了 他這個蚵仔煎蛋裡面有滿滿的蚵仔耶 喔 這個蚵仔好吃耶 有新鮮耶 各位你們看一下 我覺得他這個煎蛋很有誠意耶 我覺得他這個煎蛋很有誠意耶 這就是一隻沒吃了 你還好吃嗎 就是一個煎蛋 很美味 會不會有的 就心裡有一些的食物 也有了 只好吃 又沒吃 我觉得很OK 那我们再来吃吃看这一盘 大奶油炒虾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上面沾了满满的炒酱 这个奶油味很重 炒白虾 这个白虾鲜度是OK的 这个奶油好浮夸 这个酱吃起来好酥喔好爽喔 就有一种奶油甜酱的香味 然后奶油味是特别浓郁 肥厚的白虾 原来它这个炒酱里面有炒洋葱啊 很快吃起来会有甜味 我还蛮选这种甜的 OK啦我们把这盘虾子吃掉了 那我们来喝一口鲜鱼味噌汤吗 这个鱼骨头部分有点多次了 但是整体来说好鲜鲜喔 而且他们还把它做成糖 还有糖醋跟炒鱼片 OK我们现在味觉已经焕蓝异形了 我们来吃生鱼片吧 首先我们来用一下生鱼片好朋友 哇沙米酱油 这个感觉真棒啊 我们现在吃吃看鲑鱼生鱼片 这个好酷 各位啊它这个口感是新鲜的耶 咬下去有一种绵密的口感 它不会像某一些自助餐店的鲑鱼生鱼片 可能吃下去就是觉得 其余生鱼片 其余生鱼片 哦 还有这个是我最爱吃的鱼蛋 不过这种鱼蛋真的就是没得讲了 这种东西应该是会有个统一的工厂去做出来 然后去配送到各个海产店或是产品的地方 我们最后重头戏 鲑鱼生鱼片 各位他这种生鱼片切的那种肥厚 奇怪他们这样卖会赚钱吗 就算不沾酱直接吃也是吃到新鲜的味道 好这个要吃点萝卜丝吃一下 它这个萝卜丝算是切得比较粗啊 它的纤维感都比较重啊 整体来说吃起来是清脆的 然后我刚刚点了一罐红茶了 因为我今天是开车来墾丁这里 谁是没有办法喝酒啊 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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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我觉得我要吃快一点的 不然我们其他的这些料理啊 他们要撕去他原本该有的温度 那接下来我们来吃吃看这个 听说是屏东才有的一种菌类植物啊 这个叫做雨来菇 然后在地人 也会称他们叫做情人的眼泪啊 诶 各位这个口感很特别诶 这个口感吃起来有点像白木耳 然后他们又炒辣椒 鸡蛋 蒜头 还有韭菜在这里面 这是好吃的东西诶 所以说我不知道去怎么形容这个东西 可是 吃就对 这口感吃起来非常清爽 我给你讲 吃完了 接下来我们剩下的就是 一鱼三吃啊 各位 他这个红烧酱 跟我之前吃到奶油铁板肉的味道一模一样 诶 好吃诶 吃起来不像是我们北部的红烧市 会带有一股咸味 他反而这个是咸中带甜 很经典的南部味诶 嗯 嗯 OK啊各位 吃完了 我觉得在吃下一盘鱼之前啊 我要先吃这个泡菜 洗一下嘴巴的味道 哦 哦 这是台式泡菜 但是它是用软高粒菜 然后搭配上一点微辣的辣度 我觉得非常的解腻诶 糖树鱼片 糖树鱼片 嗯 嗯 它这酥脆的外皮 淋上糖树酱 糖树酱 糖树酱 我觉得很好吃诶 然后这一次洋葱还有鱼片一起吃下去 哦 嗯 我还蛮喜欢这个糖树鱼的 因为它这个够甜 没有咸味 你知道 很可以诶 这真的是 我今天最满意的一道鱼料理了 很可疑 很可疑 最后 我们再来跟这一碗 味噌鲜鱼汤正面对决吧 鱼肉 它这个味噌汤啊 它的鱼肉都是用鱼骨部分去煮出来的 好可疑 然后我现在就决定是说我先把鱼肉都啃一啃 我自己把湯喝掉 OK啦 我們終於把魚肉部分都吃掉 OK啦各位 我們終於喝掉它了 誰知道點一點 我們今天突然就變大胃王系列了 這怎麼回事 那等一下我們一起去 我今天下榻的地方做結尾吧 今天我們來到墾丁這邊 墾丁我當初一直以為它是個地名 不是 它只是它這邊的一個 里名而已 今天我住這邊的費用 1200元而已 雖然說在這邊的選擇 你有更低價 更優惠的選擇 可是我們都來到墾丁這個地方了 是不是 該好好自肥一下呢 尤其是我剛一回來 我就直接躺床 然後醒來先去泡了個招 各位 人生就該如此 我真是覺得說 今天這家生魚片店 非常的划算 因為大家對於墾丁的印象一定是 什麼都不會吃的多少 可是我今天就被老闆教訓了 人家說好我的幾片生魚片 真的就是幾片生魚片 可是它那個片我覺得不是片 是快 我這輩子第一次吃到這麼新鮮 又這麼肥的生魚片 但是今天吃完這一餐 我最有印象的是 情人的眼淚 欸那真的好吃欸 各位你們有來這邊的話 一定要點看看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還有別忘了 這裡底下留言你的想法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字 oso明星很簡單 已經跟曲口發了 在這裏acity上 topi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